南韩电池制造商Aerysel工厂24后大火 目前已知22人死亡 大多为外国籍而且来自中国的伟大宗 官员表示死者很有可能是在几秒钟内 就因为吸入化学剧毒气体送命 而不是被烧死 一句句遗体被运出已经烧毁了的建筑 位于华城市专门制造主要用于 感测气及无线通讯设备的锂电池工厂 失火 烧了大约六小时扑灭 原因出盼是存放约三万五千克电池的仓库 连环爆 大火发生时火势蔓延迅速 消防员朝受损钢筋混凝土建筑喷水 上层部分已经坍塌 整栋楼房看起来像是大块大块的被炸飞到街上 死者多为外国籍以中国最多 由于都是短期聘雇 他们很可能对楼层路线不熟 制作锂电池的原料含有剧毒化学物 而且毅然官员出判 罹难的员工很可能几秒钟内只吸一两口气 就因涉入毒气送命而不是烧死 南韩多年来因发生多次这类工业意外 造成大量死伤 首尔当局两年前立法 针对业者高层祭出重罚甚至坐牢 尽管如此 这样的憾事仍然发生 公事新闻黄命令编译